歡迎回到King Sir接觸 我們連續好多集都接恐龍 今集下集再下集都是繼續接恐龍 我們今次接這個水裏面的恐龍 尼斯湖水怪的傳說中 正確名稱應該叫做蛇頸龍 這個都幾厲害 因為它用盡了一張紙的長度 差不多 一個很長的頸和很長的尾巴是它的特色 這個都算是幾立體的作品 因為它的背脊真是立體半圓形狀態 其實這個比起三角龍和劍龍來說比較容易 我們現在就開始接了 首先一張紙我們接兩次對接 這次反而會變成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接法 然後就反轉它 有橫色那邊在表面 接兩個對角線 這邊也是 然後這樣摺起 然後這樣摺起 把兩邊捏起來變成一個正方形 很熟悉的接法 就是摺紙殼的接法 然後我們就做這件事 旁邊摺到中間 四邊都是這樣 它好像是紙殼的接法 但當然就會有些變化 後面一樣 如果平時摺紙殼的方法 這個時候當然是摺進去 但這次不是的 這次不是的 我們蛇頸弄就因為很長 首先掀這頁紙過來 空白一片 後面也是這樣做 然後很特別的做法 把這條線摺到中間 順勢就把後面那一塊葉子反出來 我們這個步驟要做四次 就是前後左右全部都要做 後面也是 四個做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打開 然後就做摺紙行的接法 但是這次的接法 我們掀開它 但是就拿入面那條線 就是第二層右那條線 就不是拿最面那條線 兩邊都這樣做 拿右那條線的時候 就摺到這個位 上面就未做 然後我們第二邊 第二邊都是摺到中間 又是拿右那個位 然後這個步驟比較複雜手勢 我們就摺著上面就是中間線 然後摺到最入的位 就跟回右那條線 然後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就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一個這樣的形狀 摺著中間的線 然後我們反轉面 又是做多一次 首先揭起這一頁 揭起這一頁 然後 我們就拿右那條線 中間右那條線 然後一直摺著中間的位 到最後就按下它 當然摺得好一點 我們就將它整理好 差不多了 整好了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這個步驟就開始比較容易一些 首先我們這個點 這個點那裏 就將這些頁子摺下來 摺下來的時候 這一頁就要這條線 碰回自己的條線 這樣 這樣 然後將這一頁揭過來 然後這個線 頂這個線 就碰到中間 同時順勢將後面那一頁 就揭上來 形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形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這一邊做完先 這一點做這個支點 我們就摺下來 這條線自己對摺 好了 接著揭過來這一頁 然後這條線摺到中間 同一時間就順勢將後面那一頁子摺上來 這樣 好了 跟著這個步驟就是我們將 下面揭一頁面頭的那些頁揭出來 揭出來之後中間線就對中間線 對中間線對中間線 後面也是這樣做 做一次給大家看 做一次 揭面那一頁 然後打開它 揭盡了之後 上面這層中間線就對中間線 現在這樣 我們下一個步驟就可以對稱 這個期仔 中間我們有頁期仔 這樣打開它 伸手指下去打開它 又是中間線對中間線 這樣 後面一樣 這個中間這個期仔我們就打開它 就中間線對中間線下來 原本這個位置就已經有個斜線 我們跟著斜線 同一時間這個位置就去到最尖 下面揭起的位置就去到最尖 兩邊同時做就會比較順手一些 這樣 很清楚 去到這裡 一樣我們做多一次 揭開這一頁 跟著斜線 下面的尖尖就回到中間的位置 兩邊同時做的話 然後呢 好了 就有點像紫殼的形狀 這樣 好了 然後我們就這兩邊接過來 接去中間線 去到這裡都幾多層 我們 又是 角落頭整理好一點點 到最後就會比較好一點 作品 好了兩邊都一樣 接去中間 好了 這樣 好了 然後我們就打開它 然後就揭起這一頁 揭起這一頁 這裏已經黏起來了 這樣就不要揭起那麼上 這樣就 揭這個進去 而中間的位置 又是 我們就把角落頭 揭到去 將紙揭到角落頭的位置 對正 這樣揭得開的 然後這邊都是一樣 好 好了 這裏角落頭是接到角落頭的位置 這張紙 我們後面呢 照版主本 跟剛才一樣 我就不用講解了 做快一點點 好了 好了 揭開 跟回接痕 跟著上面的角落頭就接到最盡的位置 這邊也是 好 這個基本形遇性 跟著 我們 上面那一頁 這個尖角就接下來 這邊也是 接下來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揭去 這一頁 這一頁 揭過來 跟著要做的步驟就是 將這個位接入去 接右進去 但就不是接到中間位 不是接到中間位 大概 這裏有個位跟的 這裏有個位跟的 我們接到這個位就行的 是 這一邊 就盡量接到同這一個位 是一樣的 是 你這樣對著來 到 印它的話 就會 就會 會遲些 是 就會 適合位 類似 跟著 我們就可以揭過來 然後反轉 反轉 是 又是這樣做 又是這樣做 後面的 後面那個我們就揭回葉 令它兩邊是平衡的 是 兩邊是平衡的 摺下來的 好似鶴咀一樣 這個位置對大家來說應該是 兩邊都是 摺下來 摺的位置就是 去到大塊 這裏我們見到 前面那裏瘦些 後面那裏肥些 去到中間的膠界 肥和瘦中間的葉 就做中間位 這樣摺下來 好了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這裏肥這裏我們就 這樣摺進去 一個回復流地摺瘦它 摺瘦的位 這個是 恐龍的前腳 那個旗 好 這裏也是 這樣屈後面摺瘦它 這個步驟很細微 這樣看來 好了 好了 去到這個位置 沒有問題 應該 上面這裏我們就 很簡單地摺到後面 很簡單地摺到後面 好了 去到這個步驟 就快要摺完 已經 快要摺完 我們反轉它 就將這一頁紙向上摺 摺到盡頭 當然 這個位置已經 卡緊了 就不要過分地摺上去 否則會摺爛它 這裏這個位置是頸 這個位置是尾 還有後腳 後腳就是這兩個位置 我們就將它 好似鶴嘴一樣 這樣摺出來就可以了 摺住先 兩邊要對稱平衡 兩邊要對稱平衡 是的 好了 大概這樣 是的 跟著 這個頭部 頸的位置 這個位置 上面的位置 我們就摺右它 大家看著我的手勢 不是全部摺到中間 就留下一點 因為這個沒有標準要自己預算 可能你摺一兩隻之後你就知道位置去哪裡 不是全部摺到中間 上面就留下一點點位給它 這邊也是 總之這樣做 就摺右了頸先 當然兩邊要對稱就最好 好了 由於它已經有個厚度在這裡 大家也是要刮得緊一點 如果一開始已經鬆泡泡的話 去到這裡會更加辛苦 好了 這樣 然後我們反轉這個恐龍 是的 反轉這個恐龍 我們怎樣弄到它立體呢 其實就是將它對摺 其實通常我們摺紙的時候 都是在桌面上摺就會比較好些 但去到這些位置 最後階段 就有可能需要你 拿起作品凌空摺的 然後我們就摺著尾巴的部分 摺著尾巴的部分 就這樣屈一屈下去 這樣屈一屈下去 令它底部造成一個塵級的位置 造成一個有塵級在這裡 是 慢慢來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這樣摺著這個位 跟這隻手配合 這樣摺一摺它 大概要做到這樣 這樣一層的 是 後面對 注意 後面和前面 當然要最好對稱 這個位置要 是 然後尾巴 就是 我們可以這樣看 反轉來看 反轉來看 就將這兩邊接入中間 真的接到線的對正中間 這個位置就是 我所說的 你可能要 零空拿起紙來做 這個就考你本身技巧的問題 是 中間線對中間線 對好之後就刮一刮它 兩隻手 這邊也是 中間線對中間線 它已經本身很幼很長 以及尾巴的位置其實都幾厚下 由於這樣摺一摺它 它那個身軀就已經成一個立體的形狀 是 就是由於這個步驟 好了 然後就到頭部 到頭部 頭部其實簡單 它本身是這樣的 我們就好像摺紙殼 就將它摺了歐咀 然後頭部這個位 就兩邊都是 有一層可以揭下來 可以揭下來 我們就揭下來 整大頭部的位置 好 有些指甲會好一些 好 好了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個樣子,弄了個箭嘴,這邊也是,將頭部的頁,那一頁就揭下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然後我們可以反轉它來看,將頭部頸這個位置,這條線接到中間,接到這個位置就不用接到實, 不用接到實,大概是這樣,很自然的頸可以握上去,這個作品有個有趣之處,我們做完這邊頸再講, 如果大家接到這裡,它還是很整齊的話,其實就差不多完成了, 如果摺到比較吵架一些的話,那可能要多摺幾隻才會好,這個作品去到這裡,頸它摺幼了之後,大家就可以屈上來, 還有一些步驟未完的,還有兩隻手兩腳未完的,因為它已經有那麼厚度,你只要用一個叫做普通的手工紙摺, 去到這裡的頸,你會發覺它很特別就可以隨你這樣扭,好像鐵線,尾部都有類似的效果, 捲一捲它,就可以扭曲這樣,好,到對手和對腳,看著,首先就將這個手部, 跟著身體的線條接上來,然後就在中間揭穿的手指揭開它, 壓平它,壓平它,做了一個類似平衡四邊形的樣子,做它的手的棋, 這個旗,然後跟著線條接上去,然後後腳,跟著身體線條接上去,然後這個位置, 我們就把手指揭開它,然後再壓平它,做為它的尾旗,這樣,這邊又是一樣, 不多說了,接好它,跟線條接上去,然後穿手指過去,壓平它, 其實去到這裏差不多完成,我們再調整手腳尾巴頸位, 完成蛇頸龍,或者傳說中的尼斯湖水怪大概是這樣, 我們今天接恐龍兩隻放在一起,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下次繼續接恐龍,下次節目時間再見,bye bye. 這個節目,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